我们在桌面上找到Logoshop的图标,然后双击打开 第一步我们要设置Logoshop的默认参数 在菜单栏上找到工具,选择默认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可以设置绘图板,机械参数和供应参数 首先我们设置机械参数 第一步要设置平台范围,根据自己的机械情况,自行设定 YX轴的形成范围,我们现在要假如说设置成200 Y形成范围200,Z形成范围100 脉冲当量是133.333 Y轴也是133.333 Z轴形成范围100,脉冲当量是133.333 好,平台范围和脉冲当量我们就设置了 这里的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 然后下一步是设置速度控制 空余速度我们一般设置成300 然后起跳是20,加速度是2000 加工速度一般设置成100 起跳是20,加速度是2000 Z轴速度300 起跳20,加速度2000 拉式一般我们设置成10就好了 拐弯允许的最大加速度一般设置成400 然后我们设置工艺参数 上台高度一般我们可以设置成5 确定 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打开文件 首先选择工具栏上的打开现有的文件 选择文件 在文件类型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特有的文件类型 Legoshop支持的是可以支持DXF文件 一般是outcad生成的DXF文件 精调也可以生成 然后还有一个是AI文件 AI文件用Quadjo和精调也可以生成 还有一个是CNC文件 CNC文件一般用CM软件生成的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DXF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DXF文件 我们打开我们打开我们打开了就 我们也可以打开一个AI文件 在上面选择AI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打开 同样我们可以打开一个CNC文件 我们把这个图形打开 选择点击打开 那么这样一个CNC文件 我们就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该文件是由一个外框 然后加一个2x2阵列的文件组成的 首先我们设置当前文件的文件参数 点击工具栏上的参数按钮 设置文件参数 第一步我们设置机械参数 再次跟大家确认 脉冲当量一定要设置正确 下面我们设置速度控制 空益速度我们保留300不变 然后加工速度我们可以设置成120 起跳20 加速度2000 拉斯速度保持为10也可以 拐弯允许的最大加速度 我们可以设置成450 然后我们设置工益参数 可以把上台高度修改成3 然后确定 那么文件参数就设置好了 现在我们希望对第一个图形 做出修改 然后通过正列和复制的方式 生成其他三个图形 首先我们要进行行平和裂平的测量 工具栏上有一个测量按钮 长度测量 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一个好测量的点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点 按住鼠标的滚轮 不动 我们可以拖动这个图形 滚动鼠标的滚轮 我们可以放大和缩小一个图形 我们测量 选择这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命令提示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长度为62.4820 EX方向为62.4820 外方向是0.0000 大家注意测量的时候 航片的时候 外方向一定要是0.000 这样比较准确 我们先进入这个航片 62.4820 下面我们就要用测量工具 测量叶片 选择测量 选择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命令框里面 告诉我们 长度为45.5410 EX方向为0 Y方向为-45.5410 同样这里 一定要注意要是0.000 这样会比较准确 好 现在我们先删除其他的三个图形 Blockoshop有两种框选方式 第一种是向下选择 还有一种是向上选择 两种不同之处在于 向下选择是要把图形的所有点选择 才能把这个图形选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我们是选不中图形的 他说如果我们从下往上选 那么这个图形就被选中了 它是虚线的形式 就说明这个图形被选 图形被选中了 好 我们现在先删除 其他的三个图形 选中图形 按DNAD键 删除 下面我们设置这个文件的基准点 点击工具栏上的基准点 设定一个基准点 假如说我们把基准点设置在外框的 左上角 那么基准点就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对这个图形进行部分的输出 我们选择需要输出的图形 设置焦头的颜色 他说我们选择一个图形 然后按住shift的键 继续选择其他图形 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焦头的颜色 设置成一 然后点击设定 那么该图形的部分文件就是输出的格式了 然后呢 白色的就代表不输出的 为便于我们后面的操作 我们将白色的都隐藏起来 这边可以选择 只显示焦头1 然后白色的部分就被隐藏了 下面我们可以对这个输出的部分 做一些参数的设定 假如说我们希望对这些小圆做一些操作 选择这个圆 然后按住shift的键 把这些圆选择 我们可以在这边 每一个圆的地方 走圆的地方 我们可以设置成 拉斯高度10 上台高度10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图形速度 当前文件的文件速度 是120 我们把它可以修改成50 然后设定 那么这个每一个圆 这里走的时候 它都会有拉斯 大家可以看到 选这个图形 那么它就是拉斯是10 上台是10 图形速度是50 然后这个圆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这样的参数 这个外框 我们没有设置过特定的参数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那么它的拉斯 就是它的刚刚的文件参数 下面我们教大家一些排序的功能 首先Nogoshop有一个 自动排序的功能 我们可以先看看 该文件的路径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文件的起点 然后这是文件的终点 我们可以选择排序 点击排序的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命令提示框 里面有一个 请指定图形排序的参考点 假如说 我们把参考点放置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形 这里就开始成为 当前文件的起点了 文件从这里开始走 然后一直走到这里结束 同样Logoshop也支持 手工排序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工具栏上有这四个按钮 分别是移到最前 移到最后 向前一个 向后一个 通过这四个按钮 我们可以做手工排序 为方便大家清楚的了解 我现在把部分的图形 选择其他的焦头颜色 假如说我们把这三个图形 设置成焦头2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 只显示焦头1 所以刚刚图形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选择 只显示焦头2 那么就只有这三个图形 大家可以看到 路径方向是从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假如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图形 然后选择 移到最后 那么路径方向就改变了 那么文件就从这里开始走 然后再走这一个 这个就是最后走 因为我们选择移到最后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图形 移到最前走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移到最前 那么路径就是从 这边开始 然后走这个 走这个 这个图形选中 然后选择向前一个 那么这个就变成文件的起点了 走完这个 再走这个 再走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选择向后一个 那么很明显 这个就变成文件的终点了 这是起点 走完这个 走完这个 再走这个 好 这四个按钮的功能 我们就做了一下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现在通过 移到最后这一个按钮 做整个图形的手工排序 我们先把这三个图形还原回去 还原成交投页 设定 然后我们把还是 只显示交投页 然后图形就出来了 假如说手工排序 我们希望从这里 做文件的起点开始走 我们可以这样设定 选择这个图形 点击 移到最后 然后再走这个 移到最后 再走这个 移到最后 移到最后 手工排序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一个选择的图形 就变成了文件的起点 最后一个 就变成了文件的终点 那么手工排序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恢复 所有图形的显示 显示所有图形 下面我们用复制的方式 生成其他三个图形 选中这个图形 在微调距离里面 我们输入 刚刚测量了行片 62.4820 按住 Ctrl加上右键 复制这个文件 好 该文件就复制出来了 我们选中上面两个图形 然后在这边 微调距离里面 输入涅片 45.5410 按住Ctrl加上下键 那么图形就复制出来了 出来用复制的方式 我们还可以用正立的方式 来形成其他三个图形 我们现在先删除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 测销的方式 来完成删除操作 测销 我们现在测销前面三个动作 然后再点击测销 那么刚刚复制的图形 就没有了 通过测销动作 也可以向图形删除 现在我们选择这个图形 用正列的方式 来输出其他三个图形 选择正列 我们选择 行数是2 列数也是2 行篇 输入我们刚刚测量的 45.5410 行篇 因为从上往下复制 所以我们这里要复数 列偏是刚刚测量的 62.4820 确定 那我图形就复制出来了 下面我们就要输出 视角盒可以识别的文件格式 选择阵影的输出 视角盒 我们为该文件 选择一个保存的路径 然后取名 费息 保存 然后选择5.2单色 大家可以看到桌面上就生成了一个名为Fish的TCF文件 我们通过U盘可以将该文件导入到视角盒进行加工 谢谢大家